大家好,我是大铃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深圳一家小而美的外贸B2C企业 对价格战CNO 2,1,聪明,费用低且时销性好 我,那欧洲仓储的选址呢? C,我选址在德国 我选用DHL发货到挪威30公斤的货 才花了我8欧 我,T,他说的是8欧 发的是13公斤吗? 真便宜,T,不 他说的是发30公斤 我,嗯,信,呵呵 欧门成员国内发货也没有清官的麻烦 我,上次聊 你说你们的纯粒是50%来着 现在呢,信 我的计划是纯粒翻翻 我要继续加大推广力度 我认为下一步的重点还是视频营销 坚持走高端路线 绝不降价 我和P都对C这句话肃然起敬 有底气啊 我,我建议你可以尝试做DX或者蓝亭集市 这类外贸B2C的供货商呀 把渠道铺开 信,不 他们会打价格战的 我的品牌形象会受损的 我宁可授权给海外当地的分销商 让分销商有足够的利润 他们才会更卖力的在当地宣传我们的产品 如果放在蓝亭这种网站上 我的产品会被淹没在海量的山坡中 且他们的用户群体也不一定是登山群体 P,我有个好想法 你的产品定位在高端人群 且喜欢户外运动的群体 不妨试着跟APP Store上下载量多的手电筒Apps公司联系 可以在移动端做广告展示你的产品 你想想看 用得起Apple设备的人都足够有钱 下载手电筒应用的人又是对你们的产品感兴趣的 我 P,你真聪明 我可是没想到 P,想法不错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谈话到这里已接近尾声 本文致词以会谈的方式 详细展示了小而美德典范公司 是如何通过创建自主品牌的模式 跳出价格战的怪圈 走上健康可持续性的发展道路 后继品牌之路并非一蹴而就 文中提到的C先生就有着该行业从业近十年的经验 他一直专注此行业 不因任何危机而动摇 也不盲目去模仿同行的做法 去做外贸B2C的供货商 他的理念就是产品为王 渠道为王 在他身上 我们看到了一个外贸人的创新 一个生意人的远见 一个圈内人的执着 看到这里我已料定3C综合独立站的小伙伴们会失望 这根本没什么参考价值吗 难道要我放弃上万个SKU的综合站 去找个新产品重新开始吗 这可能吗 我们只是在深圳华强北 在淘宝 在阿里巴巴旋产品 质量问题我们是无法控制的 嘿 综合独立站的小伙伴们别失望 此天是献给20人以下团队的小卖家看的 夏天介绍可以给你们直接模仿的另一家典范 夏天见咯 夏天见咯